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进击投资解密》 身边当然有Beevice Hello Beevice Hello 大家好 今天在港股上一定要谈大市 看到美国大型的科技股星期三下跌 尤其是纳指也大跌了3% 我们亚太区方面 日经星期四全日都大跌超过1200点 近期还有日经又升得比较急 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日经上的走向 待会Beevice就可以探讨一下 另外人民银行那边 下调一年期的MLF来到0.2% 但是港股开涉之后就越走越低 立即开个港股图给大家看看 我们下午开的时间 人家最低是穿过17000点 不过收市也站稳 在17000点 但是今天来说 都是去到四个月以来一个低位的位置 跌幅也比较多 所以都想看看究竟 都已经说是下调息率 大家说减息等等动作 好像都是对港股来说 都不见有任何的憧憬 或者是暂时股价还越走越低 我形成的行动 看下港股 尽量看一幅图 走势上就真的不算好看 有3点飲足出来 也看到成交略为有增加 似乎暂时看表现不算太理想 当然港股因为什麽原因跌 港股近期中央有些消息出来了 例如加大一些内需的消息 甚至人民铃行有提过一些减息的草丝 但似乎投资者不算非常收落 我想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亦是 因为可能外围的股市相对比较波动 令香港这边也拖累了一份 但纯粹看消息面 我会觉得由三中全会开完到他有些消息 你说中央我又不觉得参加完全不做事 但似乎大家未见到一些经济数据 实际上有甚麽很大的改善 好像大家有很多友人去炒作港股 所以令港股最近就较弱一些 你说从走势上就是刚刚说 我觉得港股就比较有少少弱 因为其实你看到它就跌穿了 我觉得近期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就是17,200 其实那个位置就是之前的一个区间 就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顶部 就是一个三顶的一个叫做阻力 现在又跌穿了这个位置 所以你说后市可能再落深一点的机会 都真的有在 尤其是你说 要等一些数据出现 可能都要等到一个星期 就是看看PMI数据 或者可能等到下个月的月中 我想就除了中国的PMI数据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关注的焦点就是 叫做月底联储局就会7月份有个意识 当然暂时来说其实市场预计它 今次都是按兵不动多为主的 但是大家都很关注 究竟联储局在近期美国经济降温 再加上通胀似乎向下的趋势又出来了 究竟联储局会不会说一些暗示 说未来我们都会在货币政策上有一个转向呢 我相信这个对于整个资金流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方面就是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大家都知道近期都有很多关于大选的消息 由拜登退选到何锦麗 未来会代替他代表民主党出战 现在你会看到民调方面似乎近日的民调似乎 似乎两个党牌似乎支持度又不是真的差太远 所以我想这个都会成为后市一个比较大家关注的重点 我想港股大概就是这么多 但是你说实际是真的看下去了 我想现在看下去 我觉得下面的支持可能大概16,800点 就是看看这个位置就能否守得住了 如果他真的不幸16,800这个位置真的守不住的话 可能真的有机会可能要车到16,000点那些位置了 就是在下一些的一些位置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蒸发了这几个月来的升幅了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 起码也有升过下 曾经拥有 是的 是的 你说正如美股那样 也不可能长升长有 连美股那么强势的股市 也会出现调整 日经也跌得很厉害 是的 日经好像最近的高位差不多跌了一成 跌超过一成 真的很夸张 那其实跟他那个日元转强 是否关系都比较大呢 我觉得也有些关系 就是一些人可能觉得 你日元转强了 那你的出口是否会没有那么胀数 或者是会不会影响到一些 叫做外来的消费各方面 是的 但是我会觉得 或者这样说 大家其实一早几个月知道 就是日本那边 就会叫做转变的货位转策 由一个负利率政策 就是向正理率 那其实你说日元转强 我觉得都只是迟了的事 只不过是因为近这几个月 美金出奇地走强 令到日元始终就升不起 但是你说 现在日元转强回去 叫做一个好小小的水平 那我又觉得 如果你说 说到日本央行转变的货币政策 而未来美联储也有机会 将货币政策 叫做减息 其实我会觉得 日元的反贷幅度 有机会是更加多 那只不过 它那个时间是延下了 因为始终你说 美国和日本的利率 叫做差距收窄了 那日元转强 我又觉得是正常 嗯 好啊 那我们今天 在港股上 都是比较多 股票下跌 那其实美股上 大家都看到 回调都比较显著 其中 科技七雄 Tesla 和Alphabet 就是Google 那个业绩都出了 但是市场 就好像不太收货 那触发到 那些投资者 都开始抛售这个科技股 所以 纳指是一个重灾区 另外就是 也有投资者可能会想着 会否趁今次的回调 是一个拿货的机会 还是要现在逃生 就是要现在下车 那我们会在美股上的看法 Beavis 有没有什么板法 或者其他的股份 大家可以在这些时间去关注 或者这些时间要小心一点 嗯 那或者说一说 美股正如我 其实我记得 之前其实都曾经提过 就是今年以来 当然美股 是其中一个环球股市 表现得比较好的股市 但是正如我记得 就是说 我说过就是说 美股今年的升势 就是整个美股的升势 其实就过分集中的 大家都知道 其实都真的集中在一些 一些科技 AI的板块上面 而反而你看到 一些AI或者科技板块以外的 叫做 一些其他的行业 可能那个升幅 其实就真的没有那么明显 或者甚至有些行业 是非常之六后 那其实 我想 其实大家有时都会留意到 就是大家会看到 就是说 一个叫做大市 究竟它 其实它的升势 够不够全面 其实都会判断究竟 科技和AI板块上面的话 那当它真的去到某一个估值 大家觉得受不了 大家开始斗快 沽货套路演的时候 其实也都可以造成一个 很急的跌势 是的 所以我会觉得 那譬如好像 你说刚刚出了 就是叫做 那个 和Texas 那当然他们各自 管理层的陈述 都是令到 就是管理投资者 又不收货的地方 那譬如好像Texas 他那个 他那个 所谓那个 平价版的电动车 和他的 RobotTexas 又说要延迟 那这个 这个当然很明显 就令到 投资者 就是叫做 的反应不是那么好的 是的 至于另外 你说alphabet方面 也都在管理层上提到 就是 因为 叫做 大量投入在AI方面 都有机会 令到 那个 有机会下降 是的 那我想这个 其实也是令到 就是 投资者叫做 不收货的地方 是的 那当然了 就是你说 你说 美股会否有机会 再继续有个调整 其实我都会觉得 不出奇 因为始终 你会见到 就是今年累计的升幅 实际太夸张了 是的 那我说 你说昨天 你说相对于 今年的升幅 其实都是自己 一个很少的部分 是的 那当然了 就是你说 今天我也会特别想说 就是叫做 美国银行股这个版块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 就是说 似乎今年美股的升势 真的太过集中 在个别的版块 那都会想 就是说一下 就是有些什么其他版块 就是趁美股回调 就是有些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 AI或者科技股 以外的一些选择 所以今天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更新一下 可能美国银行股近期的一些 可能季度业绩 或者是前景 是的 好 这样就 开始的时候 因为其实 大部分的美国的大型银行股 基本上就是7月中左右 那时候 就出了第二季的业绩了 好 立即分析一下 开放幅图 Pavis准备了很多 好 那 大概看回这个 就是一个标准的图 那你会看到 就是我都选回 我想就是 那个成交量 和市值都比较高 和大家耳熟能长的一些银行股 那你看到一些名字 基本上 你正常就 应该每天都会听过 那你会看到 其实 第二季度来说 你会看到 那大部分的银行 你会看到 其实它的收入也是 扶入预期 但是你会看到 六只里面有四只的银行股 那么 季度业绩 其实也是比市场预期 好 我想主要就是 有两方面 那第一方面 就是 看到很多家银行 它在季度的成本控制方面 是做到的 那这个都 令到盈利能力增加 那还有第二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说 银行类的股份 你说美国也好 你说香港中国也好 那其实 基本上收入 我们用大类分 一个就是 淨利息收入 一个就是 非利息收入 那另外 我们会看到第二轨 其实很多的美国银行股 它们在非利息收入方面的增长 是很厉害的 那我们起码有双位数的增长 那我们稍后会有另外一图 就拆开 那个 叫做 市场预期是好的 是的 那 那 你说第二季银行股的业绩 还有什么可以说呢 那其实都说一下一些 银行股 就是我们常常留意的一些指标 譬如你说好像 正利息收入 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 国家利息收入 你会看到 那其实就是 很多 叫做 现在 其实你看到正利息收入 方面第二季 那你会看到 其实 这些银行 其实有数价是做得一样的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 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 美国那边的息口是很高的 那其实这个都真的影响到 那个提款需求 是的 那还有 我想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 大家都会预期 就是 即是来近今年可能 第3至第4季到 美国又开始减息 那如果真的要借钱的话 我不是很急的话 那不如 等之后 开始减息才借 是的 那所以这个就真的会令到 就是那个 那个正利息收入 但是高盛很厉害 是的 但是呢 你要留意到一件事 你见到高盛呢 其实他增长得这么厉害 但是你留意一下 他的利息收入主要来自哪里 那你会比较到 他正利息收入 其实都是22亿美金 但是你见到 他非利息收入是高很多的 嗯 所以其实 他不是一家银行 是靠正利息收入来做生意的 就是大家的 应该是这样 生意的结合有些分别的 是的 那你会见到差不多 其实Monstani 其实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见到正利息收入 占整体的收入比重 其实就 半半了 差不多 没有半半 你见到这里 22亿 这里1041亿 就是可能占了 10 20% 都没有 其他就好像 其他就基本上 一定是半以上 是的 你说那么多家银行里面 最高就应该是花旗的 花旗应该的正利息收入 就占了 六成以上 是的 但是 比较特别的就是 Gurman Zed 和Monstani 他们的 主要的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就不是正利息收入 是的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值得留意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值得留意的 就是这个非利息收入 那 为什么第二季度 就是美国银行股的一些非利息收入 那么强劲呢 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 就是叫做美股 真的好劲 好多人去做trading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都见到就是 就是来自于一些IPO 就是各方面的一些新股 就是你要知道那边的股市 那么旺 实有很多IPO 正如港股都曾经 就是有风光的时候 就是也都有很多IPO上市 是的 但是现在好多人去了美国那边上市 所以都令到 就是这些投行的业务 或者是一些来自交易 所以佣金的收入是增长得非常之厉害的 是的 那当然 就是你说 另外一方面 其实譬如你说 你说 就是除了正理性收入 你会见到就是有些压力之外 那也都会见到就是说 另外一方面 去下一幅图 那这个就是 就是有几间主要银行 那它不是每一间银行都有公布正式差 那你都会见到 那正式差其实不论按连或者按轨 那也是在跌的 是的 那我想这个就是 我想是跟大家 其实叫做银行 就是因为 叫做现在是很高息 那其实可能有些银行 也都是希望在高息之外 那它都要借钱赚钱的 那它可能都会提高回 可能那个存款利率 那个增加的吸引度 就是用来吸引一些存户去存款 那这个也都令到正式差 是有些收压的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 那我想就是 你说说到这里 那大概其实这个图就是大概 就是第二季度 你会见到几样东西的 正式差和正理性收入收压 但是非利息收入是做得好 那我想我想第四样东西 会见到就是 你会见到那些银行的 那个坏涨撥备是高了的 是的 那这个很合理 因为其实 美国那边的息口那么高 那其实真的会有些个人或者企业 他们的还款能力是受到影响的 那所以那个坏涨撥备也是高了的 是的 那你说接下来 就是叫做 第3、第4季 我们觉得这个 trend 会怎样呢 其实 首先譬如你说说 说回那个淨利息收入先 那我们相信淨利息收入那边 来近应该会有些好转的 因为减息 因为减息 应该多了人会借钱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 相信你说 减息之后应该会多了人 可能消费意欲 或者一些企业的投资意欲 会高翻的 那这些都会吸引到他们借钱 那至于你说 那个正式差方面 那我也会预计 那未来应该是一个单债的 trend 那但是你说 只要我想美国联储局 即使去减息 只要它不是一个好 减息的一个减息步伐 我相信正式差 就是叫做 叫做 很大规模的收下机会是不高的 是的 我觉得它是缓慢向下的 那另外一方面 你说至于那个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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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减息周期开始 那当你那个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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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负担 减轻的时候 那我相信 应该 坏仗那方面 应该都会少一点 是的 那我想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 大概 美国银行股的一个近况 和一个时景 那当然 大家都会 就是近期 都会提到 现在就是 叫做 美国那边 就大选了 究竟就是 哪一派赢了 会不会对银行股 哪边会有利 哪边会无呢 其实 这个其实都很清晰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 譬如 共和党 特朗普常常都会说 的 其实他当选了之后 他可能都会 放宽一些金融的监管 也都见到他很支持一些 叫做数字加密货币的行业的发展 所以 未来都会 预期 假设 共和党最后真的赢了的话 相信 会对 金融行业 甚至是银行业的 盈利能力是有帮助的 当然 这是一个 论点就是 建基于 只是单纯从哪个党派 胜出 但是 随此之外 我觉得总统大选 只是这个行业的其中一个 影响其中一个因素 其实我想也继续要留意 就是说 美国的经济环境 还要留意 就是 板块的股价 那方面 你说单纯一个 是否共和党赢了 然后银行股 一定 一声升上去 那我又觉得 他自己是其中一个因素 是的 这些可能在下半年 即未来 都会在减息之下 都会有受惠到的一些股份 是的 但是如果真的 大家想去部署定 那现在这个价格位置 又怎样看呢 就是我们 可能真的要去做入市 那我们是看几时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好 那当然了 就是你说看入市时机 尤其是这些 这么大型的 没得着 我们再看一看 好 那就是说到估值方面 那大家其实看到这个 那其实就是现在 就是美国 这个应该是MSCR USBand的一个 index 那是PB 是的 就是市涨率 那其实你会见到 现在 那个美国银行股整体 就是不仅是大那几间 整体 其实你会见到 那个估值 都跟10年的FH 其实都有一些距离 嗯 是的 那我相信 你说 美国银行股 都应该现在 估值 就是略为偏高 是的 那当然 那我们再去看一张图 那就是刚才我们 说过那几间 就是大的银行股 那如果你说 如果纯粹从这几间大的银行股 去看 那你会见到就是说 有几间的PB 是特别高 就是你看到Mont Stanley 和JP Morgan 你会见到PB是004 特别高的 是的 那你说另外那几间 就叫做相对低 就是高成都是高于FH 是的 那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要 部署方面 我认为股值也是其中一个 可以作值得参考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就是 那刚才我说过 就是 你会见到就算 美国大型的银行股 你会见到 其实业务的分布上 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有些可能真的 就是非利息收入那边是高一点的 那所以你说 如果你说 当可能 可能美国的银行股 跟这个大市调整 我会建议 就是投资者 选择一些 可能真的 那个正利息收入的比重 是否高一点的股份 例如有些什么 美国银行 花旗 或者是富国银行 这几间其实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我觉得就可以特别去留意 是的 好啊 那这一点之外 我们马上看看现在的股价 嗯 好 那或者 我们是US 好 好 好 那或者看看花旗 是的 那你见到 就是近期的股价走势 就是你见到 今年美国银行股 其实的升势都不错 其实真的 那你说 可能你说 比如花旗 我真的觉得 他来近 就是觉得美国经济不太差 然后就 你说 等调整去买入 那我觉得 比如好像 花旗 那我自己就 建议 其实跌穿六十元这些位 其实已经可以考虑了 是的 就是跌穿六十元这些位 因为我相信就是 就是说 今年你说 你说美国银行股 那当然也是一个表现 都可以的 但是他当然是没有一些AI 那些什么科技股 都升得那么厉害 都很厉害的 但是其实都 有三十多元 是的 但是也可以看 刚才有个说漏了 对了 那说完这一格 这一格大概你就可以看到 今年这些大型的美国银行股的表现 其实都可以了 就是上半年都有二十多个百分子的升幅 就是随非你那么 随便买一只都中 除非选了一只Morgan Stanley 是 都好了十一百分子 都可以的 是的 Morgan Stanley就可能落后一点 那个表现 你买港股由今年到现在 就是 港股其实都 跌不止十一百分子 都有的 就是要选择 股选得很紧要 是的 还有那个命进 可能相对来说 真的会低一点 是的 那很难的 那别人真的过大市 也不是的 如果你买汇控那些都有的 噢 就是随而同行都有 十个分子应该都有的 我估计 那就是当然 就是 我觉得可能 港股是给一些 非常之专业的投资者 哇 现在港股就是要是 PI 是的 港股只是给PI版 是的 好 所以你说 可能就是 你说 港股变了风险高的投资 什么 风险高的投资 就是风险高但是没到低那些 哈哈 高风险投资 特别有 是的 就是你说如果花旗的话 就是我自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我就会觉得 你说 美国银行股 那其实它们本身的基础 都这么确定 就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就算你说美股真的调整 我相信这个万块 就是回调的空间 未必真的这么多 嗯 是的 好 就是跌穿六十 那花旗就 另外 就是除了花旗之外 也可以参考其他 是不是整个板块 都是这样呢 那个走势 其实都是 是的 其实都差不多 你看到它也是 升得挺英俊 那些 那些 叫做 美国银行 那美国银行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它好像近排 就是你看到大家走势差不多 是的 但是你说 如果你说即使部署入市 如果你说美国银行 BAC的话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38 37、38这些位 就是这些 就是之前在这里 这些位置也做了一些支持 这样 可以考虑一下这些 37、38这些位 是的 这里 37、38 是的 哦 都差不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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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差不多 是的 但是可能这些去到 50千线都已经有支持了 是的 40 是的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都要看回 美股 调整的情况 究竟是怎样 就是调整是 会不会的深度很深 那些 我想这些都会有影响的 是的 好的 大家可以留意着 就是美国的银行股 亦都是现在 就是整体港股市况这么乱之下 也不是乱的 就是港股的市况不明朗之下 都可以有多一个 不错的标的物 但是譬如在港股上面 有什么大家要小心一点呢 就是近期的科技股等等 其实全部都走势比较弱一点 是的 甚至之前比较硬正一些 腾讯那些 是的 其实试试一下都要穿 之前的支持 是的 是的 那我想都没办法 其实你因为看到的而且确 你说港股都失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支持 就是今天都曾经 叫做万七点都 就是你说大市走势都不是特别好 那你说这些股份 其实就是顶得一时都顶不到太久 是的 那你会见到 就是你说美团 其实就是会去近期一些低位 是的 那当然就是你说 就是你说 就是你说看回港股 究竟叫做 叫做什么时候会跌定 那暂时只是我见到 哎呀 我似乎都没跌定 但是你都说 一万六千八左右 是的 就是希望那个位 就叫做收得住 是的 短线的话 那所以港股上面部署 可能就要稳定一点 嗯 就不要趁现在以为 咦 跌了这么多 又准备捞火 嗯 那可能也要看定一点 好 那今天就 看看Beefus 还有没有其他的板块 或者股票 都想和大家补充 暂时没有了 好 那今天的进击投资解密 就差不多了 那都要问回 刚才说的股票 有没有特别持有呢 今天说的股票 没有特别持有 但是刚才提过的 腾讯 还有美团 那公司后会就有持有了 那可能随时会再出买卖 好的 那我们下星期就再和Beefus见面 那多谢大家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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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